Hello 大家好 我是Samantha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News Vlog 如果大家有看新闻就知道我们前几天转了下令时间 冬令是否真的将会消失呢? 亦有人说冬令仍然要保持长时间 如果大家想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一回事就继续看下去吧 首先讲一下历史 下令时间英文叫Day Night Saving Time 很久以前1784年 Benjamin Francault 美国一个很出名的博客家 曾经想提出这件事 但因为很多人都未认识到 亦未能精确计算时间的分别 因此一路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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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一个年份就是1900年代开始 就正式去推出Day Night Saving Time 都跟大家讲一下 Day Night Saving Time 其实有不同的时区也有不同的时差 美国最主要也有四大个时差 和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我知道你们的家人也在美国住不同地方 例如家人住在太平洋的時區 例如洛杉磯、California 相差香港時間是15小時 而山地的時區 例如燕湖城 很有名的 就相差14小時 而在中部地區 例如芝加哥 很有名的 就相差13小時 如果家人住在紐約、費城、New Jersey 相差12小時 其實12小時是很容易計算的 跟家人溝通也比較方便 剛才我說的是下令相差的時間 冬令要加多1小時 明明是下令時間是12小時 即是冬案要加多1小時 就相差13小時 因為我們會慢13小時 所以大家如果家人在看這段影片 或者想知道這件事 就記得傳這段影片給他 叫他看時間才能打給你 但有些時區 我們還未說過 例如這些時區是不包括有時差 因為他們不想計算內作內 包括哪些地區 例如夏威夷 夏威夷是不計算下令和冬令 他們全年都好像夏天一樣的樣子 但他們都相差18小時 而阿拉斯加地區都是相差17小時 還有哪些呢 例如波多尼國、Rugent Island 亦都有亞利桑那、關島、沙摩亞等地方 所以大家如果去旅行的時候 就要留意這些時差 這就是我想跟大家說的事情 夏令時間正式開始是何時呢 我都跟大家說 因為剛剛上星期日轉 這個是不是要設定的呢 那美國呢 全美國每逢3月2個星期日的清晨2點鐘 就會正式轉下令時間 正式開始 而冬令是何時開始呢 就是每年11月1個星期日的清晨2點鐘 又是轉冬令 那你就自己去記錄了 如果你剛剛移民來美國 那你就不需要經常看新聞了 你只需要記錄去固定的時間 那你就很容易記錄了 還有你記得什麼時候調教你的時間去上班 那好啦 那我又說一下 剛才我們說很HIT的話題了 為什麼呢 明明說會取消 又會變成又不取消 那為什麼有些人支持 有些人不支持 那我以下都是我自己 上網看不同的新聞去說回來的 那我也可以call一些他們的看法 那我也希望大家歡迎自己留言說 那好啦 那其實這個法案呢 叫做The Sunshine Protection Act of 2021 那叫做陽光保護法案 那這個陽光保護法案是做什麼的呢 那這個美國參議院呢 曾經就提出來 就將這個下令時間呢 變成永久 而冬令就將會取消 那但是呢 縱使這個參議院是通過 但是在眾議院裡面呢 就停滯不前 那都跟大家說了 美國呢 美國呢 要實施一條法案通過呢 都要經過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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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香港那樣 你要經過立法會通過 很多人審核 然後才可以正式通過 不是說通過就通過的 那雖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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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屆的國會呢 任期呢 已經之前完結了 但是這個方案呢 就落了在一個委員 委員會的其中一個會員當中 那就停滯了 那沒多久呢 過了一兩年呢 有一個佛羅里達的議員叫做盧比斯 他再嘗試將這個議案提交給參議員 但眾議院又提出一些想法 希望作出反對 為甚麼呢? 我又講一下為甚麼要反對 我先講一下他的不好處 曾經在2020年有一項研究發現 美國致命的交通源於剛剛把東令轉來下令 在一周上升6%發生交通致命案 為甚麼呢? 稍後就會知道 亦有其他研究發現 剛剛撤換下令後有很多工傷發生 亦有很多醫療錯誤都出現了 為甚麼會有人這樣提出呢? 因為我們下令剛剛轉 其實日後的時間都是一樣的 例如今早起床 我們平時是7點半 但如果變相我們7點半轉了下令 即是用回東令的時間6點半 當時的天氣還是黑的 所以有些人不懂得打開全燈 如果你開全燈自動 駕駛就會看清楚 有些人懶惰不打開 駕駛就很容易發生交通事故 亦是因為這樣 它就上升了6% 亦可能帶來工傷 因為太黑 天又未光 很容易發生意外 看不清楚 所以這些都是其中一些參議員 他都提出反對的原因 好了 好處有甚麼好處呢? 就是剛才參議員奧比斯 就說不如提出陽光保護法 為甚麼呢? 因為他認為 建議提出減少犯罪率 可以鼓勵小蚊子去戶外去玩 因為太早下山 即是4時多 如果用冬令 他們家人就會很快就回家了 但如果你是用下令時間 5時多的時間作標準 他們就可以玩耐一點 亦都可以減低心臟病發 以及車禍的發生 為甚麼會是心臟病發呢? 因為你知道 如果用冬令時間 太早天下4時多 其實對於人來說 剛剛來到移民 可能你會知道 很容易抑鬱 但如果你用下令時間 5時多天黑 心理上的狀況 是會相對好些 即是不會覺得 很硬著 所以有些人就提出 不如試試用陽光保護法 所以你就看到 其實大家都有不同的想法 我又不知道大家怎樣看 會不會想用下令時間 永久用下令時間 還是說 繼續用下令 再加冬令的時間 亦都有人說 不如支持永久冬令 好嗎? 就不要用下令 因為在未有下令之前 我們曾經美國一段時間 都是用冬令的 為甚麼他們說想用冬令時間呢? 因為擔心小孩子 如果用下令 這麼晚才回家 他們怕很黑的情況之下 等的校車會很長很長 即是意味著甚麼 他們用回冬令的時間 就是剛剛好 因為遲 他們會根據日出 和日落的時間 去上巴士 但如果你用下令的時間 作為一個家長 作為父母 他們就很擔心 天都未光 又早一個小時起床 然後就在外面 摸黑地上學 他們就很害怕 因為美國 如果你是住suburb 其實都挺黑的 所以無論在哪方面 大家都有各自幾見 我不知道大家怎樣看 你會不會長期支持 永久下令呢? 亦會不會長期支持 永久東令呢? 還是保留 這個冬令和下令的時間呢? 我自己個人 其實就很難說 因為我自己 prefer 下令 因為我剛剛生了小朋友 其實呢 我就很 prefer 保留 有冬令和下令 因為我都想 讓小孩知道 其實呢 美國和香港 都有時差 我們都要看回 這也是一個 傳統的做法 保留著 冬令和下令 都微嘗不可 再加上 如果我將同小孩 要等校巴 那麼早起床 但天有未光 其實對於他來說 的確是幾危險的一件事 還有呢 亦都是 太遲回家 其實呢 美國三四點 就開始天黑了 去到五點 已經是黑得不得了 如果這麼遲 回家 我都擔心我的小孩 會怎樣 那這個呢 就是我以上的看法 那我也歡迎大家 在短片裡留言 那我們呢 就儘管一起去看看 今年呢 會不會呢 去 透過這個 眾議院 不是 參議院 然後再批個眾議院 然後再給這個拜登 去簽署的 那我們呢 就 短片呢 去到這裡了 那我都希望大家呢 去 喜歡這段片 因為都知道 大家都很想期待 有些事情去討論的 對了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